先讓我們瞭解學校的現況 這邊呢 1. 以教策略 2. 科技隆入 3. 評量轉變 以教策略的意思就是 待會兒如果 你在你的學科當中 已經有帶入教孩子策略 方法文化 那就是幫我按一下 我們的選項會有 1. 2. 3. 4 1. 2. 3. 4 1. 4分就表示是 我在我的學科教學當中 已經很常教孩子所謂的方法了 那1分就表示是 可能還沒有才剛起步 這樣可以嗎 1. 2. 3. 4分就是真高 那什麼叫做教策略呢 我就說一個小例子 像我有一次去學校教學的時候 其實我學的時候都會去上地堂課給老師看一下 那不過呢 大家都知道我的教學不見得有示範的功用 但是一定有國務的功用 因為如果連我都可以教 各位學長一定會教得比我更好 那如果要看示範的話 就要看東舉老師 看小包老師他們的教學 那教學現場呢 我也常常會鼓勵孩子問我問題 因為我都想要休息大家的困擾 才會知道我們在推動計劃還可以怎麼做 那有一次小孩問了我一個很可愛的問題 他說 謝謝老師 我們老師都說 看文章應該要多看一眼 就要能夠看出重點 所以他就問我說 那請問那一眼要看在哪裡 有問那一眼 有喔 猜猜看那一眼 當你拿到一篇課文 第一眼就可以看出重點 那一眼要看在哪裡 表題或是課名 尤其是我們的教材 常常明明白白的指出了作者的觀點 有沒有 那一有一篇課文 我自己很喜歡 文章的標題 課名叫做 處處都是美 所以這一篇文章在講的主題就是美 那作者的觀點就是什麼 到處都是美 那或者是漢林有一篇課文 那個教材是東舉老師幫忙設計的 課名叫做小河豚 學本事 你就知道主角是誰 小河豚 然後他做什麼 學本事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的課名就是非常的清楚 但是呢 如果我們常常看客位讀物 你就會發現 書名不盡的有明顯的觀點 因為呢 很多的文學作品 他常常是用主角的名字 當作標題 有沒有 其實是都是我們國內才做調整 像之前不是有一部電影叫做 阿甘正傳 其實在英文 他的電影的名字就叫做阿甘 可是我們就要把它寫成 阿甘正傳 這樣才知道 這是一個人的傳記嘛 對不對 所以呢 如果我的標題不明顯的時候 那請問 第二點可能可以看哪裡 才就可以看出重點 猜猜看 第一段跟最後一段 我們的叫起來就是這麼的單純 可愛 明明白白的分子出了重點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你 再舉個例子 我今天受費科 是不是有很多層次的標題 或是受費科跟自然科 有沒有圖跟表 不是插圖哦 就是有一些的圖示 流程圖 或者是有些表的整理訊息 如果我有教孩子這些方法 今天我上的這一堂課 叫做小和層尋本事 我有教孩子怎麼定一言 看課名看出重點 下一次他再拿到一篇文章 他就知道他要留意課名 這樣子才叫做 你有教孩子方法跟策略 所以呢 最簡單的一個測試是什麼呢 很多老師他都說 我有教 可是為什麼孩子的表現 跟我的預期 有一些的落差 所以呢 那我想知道孩子到底 或學到就是 讓他有一個小小的評量 或是讓他自學的時候 看看沒有大人在旁邊 贏家的贏黨 他還會 這才叫做 我有教策略了 可以嗎 好 無論你在國語學科 還是社會自然 反正只要有的話 那就是以教策略 一二三四分 來現在呢 就是第一題 以教策略 一二三四分 來請反應 三秒喔 三二一 好了 請看一下統計的結果 喔喔 OK 來幫我翻牌一下 選四 我老師 四十二跟四十九 這是 點開 點開 來 麗珊老師在哪裡 請站起來 來 不要害怕 麗珊老師 然後在哪裡 OK 麗珊老師 請問你在哪一個學科 已經代入的策略 我與我嗎 我 好緊張喔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來 不是 我是按 很多人 不是啦 不是啦 我們連結到 我們也是就是 教他們 怎麼樣 考試的技巧啊 就是 三訓法 或者是 反正我覺得 在上課的時候 我會教他們 一些 一些 策略 然後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想的 可以找的 就是小事很巧啊 如果你 是不為的話 你要怎麼去 去找出 答案應該是 建議你什麼 就是 OK 來 掌聲謝謝麗珊老師 再來呢 美黃老師 老師我自首 我聽錯了 我以為四是完全 三個都沒有 來 掌聲謝謝美黃老師 老師別緊張啦 其實 第一個是你看 這個方式是不是 就可以讓我們看見 每一個孩子的思考 第二個 我請 選四的老師 來分享一下 的意思是說 讓我們越了解 我們 各位老師 你要把它想出來是 我們是相互合作 我們有我們的資源 你們有你們的資源 我們兩方的資源 能夠集合起來 才是力量大啊 所以我剛才只是想知道 選三跟選四呢 老師 也許他的中學當中呢 真的有帶了一些方法 我們就可以進一步 跟他聊一兩把字這樣 整理出來 那如果不小心按錯 或是聽錯 老師的指令 沒有關係的啦 不要緊張可以嗎 好來 下一題 請 請問 呃 第二顏 小黃老師 我有貼了三顏 所以那個放大一點 對不對 這個你看喔 它就會變成是電子筆記 然後它就會 聯繫結束後 我們都會把資料 給放在文針上面 各位老師就可以回去 稍微複習一下 聯繫到底講了些什麼 那再來呢 是科技融入 一樣是一二三四分 四分就是 我已經很平板的把科技融入 在我的教學當中 可以嗎 好 請留意喔 不是有用單槍投影機 就叫做科技融入喔 也就是說 例如 萬張國小融入是OK的 因為他們很常用IRS嗎 對不對 平板有嗎 沒有喔 沒有 沒有 好 然後 然後 有些老師可能用平板 或者是呢 待會兒我們再上課 可能會發現 想畫老師或是Drop 我們可能會去看看大家的作品 拍照 因為呢有一個軟體 只要我下載APP 然後我們有智慧型手機 當然 如果你沒有智慧型手機 就完全沒有用了 那我今天拍照孩子的作品 就可以傳上去 有一個視覺的焦點 方便大家討論 類似這樣 或是說 你有用其他的軟體 不記得要用的是網易的軟體 像有些老師會用素的拉底啊 有沒有 或者是 阿蘇斯他們其實都有各式各樣的軟體 Anyway 你只要有把科技融入你的教學當中 好 一樣一二三四分來 請反應 按個速度就會越來越快了 然後再等個三秒 3 2 1 好 來 請看統計結果 喔 怎樣 是因為怕我喊事的人嗎 是嗎 這時候要選一的人嗎 好 我來看一下 那 欸 有了按五耶 不要不要翻啊 欸 有時候是因為那個 電鍵喔 稍微留一下位子 會按錯鈴鐺啦 OK 好 來 往下一點 好 選三的 好 公局老師說選三的 來 14號 春英老師 喔 春英老師 好 來 31號 美玲老師 在哪 美玲老師 分享一下 來 我實在講話起來 我知道老師會陪我 真的嗎 我用過那個IRS 因為以前我們班級 設備有IRS 那因為那時候校訪在我那個教室 花了很多期了 那我就試著用用它 我覺得它的效果非常好 欸 啊我不是常用 因為我現在教室沒有 那我曾經用IRS去設計那個 數學題目 因為他們有時候應用問題讀一讀 它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那我就設計個五體啊 實體啊 然後就馬上翻結果 他們那個刺激喔 就是很印象會很深 效果非常好 欸 然後現在 不用擔心 是 我一天 的 我只想 Pra 我 那時候 我 誰比誰少多少 要算說講數是多少 這樣的題目就設計 然後有些小孩子 他寫出來 他的答案錯了 全班都不對 結果他們兩個錯 他印象就很深刻 我會馬上下去尋答案 那個效果我有發現非常好 OK 好 謝謝 謝謝 好來 那這段呢 我們來看的是 如果呢 就是您的教學已經轉變了 好 那評論有沒有跟著轉變呢 一樣 評論轉變的意思是說 我現在考的 假設我今天教 我今天的考卷不見得是 考已經教過的內容 我也許會再找另外一個文章 來測試孩子到底有過學會 因為呢 怎麼叫做真正的學會 就是遇到一篇新的文章 或是新的題目 他還會 這才叫做學會嘛 要不然有時候 他就是考他的記憶力而已啊 對不對 好來 一樣 1 2 3 4 1 3 4 OK 好 謝謝各位老師 那接下來我就知道我們這兩天的練習 焦點要比較放在哪裡了 OK 好 那現在的時間是幾點 現在的時間是11點06 我先問一下的是 剛才在聽這一段的計畫 有沒有疑問要先提出來的 如果沒有疑問我就要先往下走囉 來 老師這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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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剛剛在討論的事物說 因為 西西老師有說那個 如果說我們 學年只有 比如說一科班 然後你有全部學的運用的話 我們的併量方式 有提到說 那這個併量的 就是我們如果做的話併量的試驗 是不是有提供這樣子 那這個提供的試驗是供我們 因為是從我們的課程裡面 抽一會出來提供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是說 包括我們其他的 再加上這一課的 這樣子的一個 平量的試驗提供過 那是說 你說那是另外一個 一個平量 葡萄姐 如果說你一整個 學年沒有進來的話 那剛剛我有提到 只要你的平量是分開 那就可以嗎 對不對 那當平量分開的時候 我們會這麼做 例如說 你下學期 假設 因為我記得 沒錯的話 平等級還是三次斷考 是嗎 好 那三次斷考一次斷考的量 大概是幾顆 是四或五嗎 所以你等於 我們在試行新教材的 那一個月 你是不是等於這四個五顆 是替代掉的 用新教材 那你就直接用我們的平量就好 這樣可以嗎 好 可是反過來喔 如果今天 像其他的縣市 他是兩次斷考 他一次斷考的量 大概是七到八幾個大課 對不對 那大課是不是 只有一半是上新教材 所以呢 我們會提供一篇文章 跟Pruce的提問給你 就是你在你也有 這四課原養的教材 你的考驗是什麼設計 你就這麼設計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會再提供一篇文章 跟相關的題目給你 讓他去測測孩子的表現評論改變 這樣子 目前我們的做法是這樣 可以嗎 好 萬登國小的夥伴 你也可以思考看看 就是說 因為 以你們在推移了那麼多年 加入這個計畫 多多少少會有一些提問 嗯 我知道小長很心急 對不對 放心啦 有些地方 這個段落不錄影也沒關係 有些東西啦 有些東西我不會放上網站去啦 好 那我是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加入這個計畫 有些期待 或是有些提問 就盡量提出來 因為我在 我就可以做主 其實是 這也是我跟你們處長的 稍微有點協議 我跟處長說 很多事情千萬不要強迫 強迫對我們彼此不會有好處 因為你花了時間 我們也花了很多時間 那我們資源是有限的 我們可能要把有些的資源先放在 以及準備好跟我們一起前進的夥伴 那其他的夥伴可以用自己的步調來前進 就是懷一點點也沒有關係 所以我覺得因為今天在場的人太多人了 那就想著看有沒有什麼樣的疑問要先提出啦 或是有一些的安憂都可以 好還有嗎 然後別擔心 不會只有你的問題而已 因為有時候提出來就是大腔 多數都會有這種狀況 老師你好 我是家主國小 那我們還有參加嗎 那我們有什麼樣的方式可以跟著這個研究的夥伴 慢慢走這樣子 比如說糖拼啊 或者是參加什麼樣的一個分享之類的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老師 如果說沒有參與這個計畫的夥伴 那我們每學期至少 因為我會跟處長 科長的面談的是說 假設我們今天參與這個計畫有14個學校 那可是我一學期會安排個一兩次的研習 是針對14學校以外的夥伴來了解 好 這是一個 第二個是說 我們的資料完完全全都放在部落格上 小花老師幫我選點一下 例如說思考套套 你找到我的名字就會找到思考套套 然後呢 往下拉整個記事分類 上面一點點 好 這邊 來 看一下我這邊 來 用那個 這樣 但是稍微 好 這邊 好 沒關係 沒關係 這樣子也可以 好 這邊有機事分類 好 那往下 這邊呢 呃 有很多的 好 這裡有很多的心套有沒有 其中一個叫做素羊導向影音 那點進去 104年 104年呢 就是過去兩年的結果 所以呢 老師你看 最上面這個是 國家教育研究院的連結 好 點進去 網路跑不動了嗎 好 好 這個就已經是我們公佈在 嗯 我在願我站上面的 貓頭音小學堂的課本 第一中高課本 喜作文表 好 那回到剛才的上一頁 如果你拿到教材 想知道 像今天我會帶著大家來看一下 我們設計的教材的特色 然後再來是 老師真的 好 比如說 點進去 您會看到的是 呃 下午 東學老師要帶著大家做 共同備課 這邊會有一支影片 二十分鐘不到 然後旁邊有PP 這邊有FB 就是共同備課的流程 東學老師會帶著我們 走過一遍 接下來是 相互觀課的流程 呃 小樹老師會帶著我們 走過一遍 好 然後再來是 剛剛不是說 教學小學 時間不夠 該怎麼辦呢 或者是再往下 教學品質跟班學經濟 之間的關係 或者是呢 我有直接用了一課 叫做不一樣的房子 來跟老師分享 這樣的一個教材 到底怎麼講 所以各位市長 我們的資料已經 完完全全公佈在上面 就算你有沒有參與這個計畫 在上面點來點去自詢一下 或是偶爾問一下我們的夥伴 其實同樣可以得到這些資訊的 好 那第三個就是 像我說的 我們 呃 我們其實到時候會有 我會被印象講說 像我們在另外一個縣市呢 是參與計畫的團隊是這些 然後外面還有一層的外圍的團隊 那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需要什麼資源 反正就用LINE 或是用 有個訊息 我們就會把資訊傳遞給大家 正時間先這樣子處理 可以嗎 好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什麼 請問要先寄出來好了 小初老師你哪一天啊 他會說 敬觀其變 蛤 怎麼 怎麼 敬觀其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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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邊呢 有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嗎 好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就往下囉 好 好 這個段落呢 有錄影了嗎 對不對 好 這個段落呢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把東區老師的共同配合 放到下午比較有一個完整的階段 就是下午東區老師跟小初老師 帶著我們走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的是 剛才那一張圖 十二年我叫要帶起孩子自動好的那一張 好 第一頁 對 這一頁 在有限的時間呢 我們就先跟大家分享第二個區塊 叫做環境氛圍 環境氛圍的資料呢 你們的講義應該沒有印出來 可是不用擔心 一樣回到我的部落格 部落格呢 素揚導向105年 就是今年計畫的所有資料都會放在這邊 好 進去之後呢 一樣會有一個目錄 如果你慢慢認識我 你就會發現呢 我是一個非常說文文的人 好 很多東西呢 我比較喜歡是有系統 大家一目瞭然 要不然大家也找不到資料 好 那 看一下 平涼 環境氛圍 然後日後 屏東縣的資料 就會放在這邊 縣市學校屏東縣 好 OK 那如果你想看看 例如說宜蘭縣也進去 我們呢 每一個輔導老師呢 這是他們之前的啟動的儀式跟真能 那往下看 我們每一位老師進去輔導的時候 這邊都有做輔導的紀錄 所以有時候你就直接到這個部落格去看看資料就好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環境氛圍 環境氛圍 環境氛圍喔 它有兩個部分要去處理 第一個呢 叫做環境布置 這邊不用點沒關係 好 這樣子 看一下 知道資料 知道資料在這邊就好了 好 那環境氛圍呢 要處理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環境的小小的布置 例如呢 各位市長 你看一下我們的左邊 前後左右 是不是有所謂的小貓頭鷹的海報 對不對 好 那為什麼這麼做呢 因為每個段落結束後 我會請大家寫收貨 疑貨跟需求 用三張不同的便條紙 好 那 三個顏色 這個顏色 收貨 疑貨跟需求 待會再桌上發下去就好了 那所以呢 收貨的意思就是 今天這個段落有讓我多知道的些什麼 就把它寫下來 那記得簽名 好 因為呢 你貼上去我們拍完一照 其實到最後知道你還是會自己帶回去 它有點是筆記 但是為什麼用一筆貼 是因為我們集結眾人的力量 來寫下我們自己聽到的重點收貨 那疑惑的意思是 也許我今天講的概念跟您原有的概念有一點點衝突 但是我們沒有時間講完整 所以在你的腦中就留下一個問號 那就把它寫下來 或者是呢 你的一個疑惑呢 也許我們不見得這兩天可以立即處理 但是我們回到台北 我們就會把資料整理一下再掛上去 所以不是列了疑惑 第三個是需求 告訴我 告訴我們的團隊 就是我們還要給你什麼 你想要些什麼 寫得越具體越好 所以呢 每一個段落 然後結束的之前 我就會請大家用文字整理一下 收貨、疑惑跟許全 可以嗎 好 那另外一個呢 看一下我的檔 我寫下一個四個詞 好 請第一頁 請各位老師幫我把第一牌字唸出來 一、二、三、請 這四個語字的一頁不一樣 不一樣嗎 對不對 好 我們呢 常常在練習的時候 我就會一直聽人家說話 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那所以呢 有時候就是我們講一講 換你們講一講 但是你講話的內容 要跟我們的指令有關才可以唷 好 除非我覺得 我們 除非我們講是覺得大家累了 我們就會說 好吧 我們來聊聊天吧 要不然呢 通常我們下的指令就會是 分享 討論 重述 分享的定義四 交流彼此的想法 討論 比分享要求多一點點 至少要做三件事 一、交流彼此的想法 整理想法的一同 三、同整歸納剛才討論的結果 可以嗎 三件事 一、交流彼此的想法 二、整理想法的一同 三、同整歸納討論的結果 請留意 同整歸納討論的結果 不是要有共識 很多事情很難有共識 尤其是在遇到教學的困擾的時候 你怎麼做 我怎麼做 我們討論完要稍微做一點點的收尾 要不然有時候呢 討論了很久 也不太知道剛才討論到底還留有些什麼 所以呢 要同整歸納一下 剛才聽到的做法 這樣子才能夠整理出 不是情況而定的具體的方法 對不對 好 第三個從書呢 我很建議老師試試看 我在上大學的課的時候 尤其是我們在上研究生的課 我們的教室會比較特別 前面有單槍 有單槍 然後接下來三面教室都有白板 你看喔 大學或研究生的課 一門課是三個小書 我們口語傳遞訊息的量非常的大 所以呢 我就會習慣把上課的關鍵詞 有方向的稍微寫下來 上課前的十五分鐘 我會讓學生呢 看著黑板白板 然後輪流重述今天上課聽到的重點 好 各位老師 這樣子做 對老師跟對學生都有好處 對學生的好處是什麼 一 他在重塑的過程當中 印象其實更深刻 第二個呢 每個人聽到的重點不同 所以呢 搞不好別人聽到的重點 剛好是我引漏的部分 這也是一種合作學習 那對於老師的好處是什麼 當我聽著學生在 在敘述今天上課的內容的時候 甚至可以知道 他們是不是還有哪些的迷思概念 然後是不是哪些地方 還有再去做一個解釋 所以呢 就是每次上課 我們就會這麼做 我也常常建議我遇到 學校 國中 國想等一樣 下課前 留幾分鐘做這件事情 您看 國想一節課是40分鐘 國中一節課是45分鐘 課不要升得太晚 反正最後就是 預留5分鐘就好 那老師5分鐘 如果我今天班上是大 比較多的孩子的話 你不要讓他們全部都講完 那就不知道要花多少時間了 對不對 我是不是可以說 這一節課我就抽5個小孩 看這個黑板上面的關鍵詞 然後敘述一下今天的重點 下一節課再換另外5個小孩 來做一件事 其實是可以的 慢慢讓孩子養成這個習慣 因為重塑 對於學習者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點 好 試試看 好 那所以請各位師長 幫我重塑一下 我剛才說討論至少要做哪三件事情 不要看筆記喔 1 交流彼此的想法 整理相法的一同 整理相法的一同 3 統整 統整 討論出來的結果 對不對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要精確的重塑別人的話 話語不太容易 好 再跟大家分享一個小訣竅 例行性活動 各位老師 我們都覺得現在的孩子 聽說讀寫的能力 都有一點點弱對不對 那以前還有說話課 現在有嗎 沒有了嗎 那孩子的表達也覺得還有成長的空間 孩子的天地好嗎 好像也沒有那麼的理想對不對 那所以呢 我們可以從例行性的活動 培養孩子這些基本的能力 尤其是聽跟說的能力 什麼叫做例行性活動 例如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就是例行性活動 我每天呢 舉個例子來說 我每天都要讓孩子抄聯絡簿 對不對 那各位老師 我們怎麼讓孩子抄聯絡簿 我在黑板上練習 孩子就抄好 是嗎 可是呢 老師 接下來聽聽看喔 怎麼樣漸進釋放責任 我可以是第一個階段 是我黑板抄給孩子視覺線索 然後讓他們直接抄 這是第一個階段 對不對 可是幾次之後呢 第二個階段 我可以變成是 老師念 讓孩子重塑 然後寫下來 老師再寫 他有什麼不同 因為我念 他是不是要先聽 然後你請他重塑之後 自己把他寫下來 老師再寫 他就可以比對 他聽到的跟老師所說的 有沒有什麼樣的落差 那沒過過呢 我們一次可能要交代孩子三件事 第二個階段就是 一個指令一個指令來 例如說 好 各位小朋友 明天 明天要帶水彩筆紙 或是等等的器具 好 講完之後就是換小孩子說 然後寫下來 這樣子嗎 接下來是二 老師說明天要二怎麼樣 小孩說寫下來 老師寫 這是第二個階段 可是第三個階段很重要喔 老師不要再給單一指令 老師要給連續指令 例如說 各位小朋友 明天要帶三件東西 一二 明天要做三件事情 一二三 來 重塑 好 然後就寫 你看喔 這樣的做法是什麼 其實他都在訓練孩子的聽力 還有就是記憶力跟寫的能力 有沒有 再舉個例子 再舉個例子 你看喔 老師會不會常常交代小孩 去哪裡拿東西回來 或是叫小孩去找哪個老師做什麼事情 有沒有 有沒有遇過那種例子是 小孩走到門口就又回來了 為什麼 以為忘記了 所以你看 如果我們做這件事情 不要每次都交代頒獎 因為他只會讓那個頒獎的力越來越好 可是呢 我是不是可以輪流 對不對 那我同時也在培養孩子的 是聽力盡力 或是做筆記的能力 所以呢 課堂上面 要去提升孩子的能力 不可能完全都在課堂中進行 如果我可以在這些叫做 例行性活動想一想就是 你每天都要帶孩子做的事 或是每個禮拜幾乎都要帶孩子做的事 其實他也可以營造一些的機會 讓孩子的能力上來 老師才會越來越輕鬆 所以呢 花蓮線輔導團也是我要 因為我是央團的委員 我與我領域央團的委員 所以我還要輔導團 花蓮線輔導團呢 我們現在就在做幾個事 例子很快就會出來跟大家分享 那他們還會怎樣做呢 剛才我說的是第一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是單體指令 第三個階段是連續指令 對不對 第四個階段就是 老師每次交代一個小孩 然後讓他去跟大家宣布 下一次換一個小孩去跟大家宣布 所以你看 事實我們都在提供經驗 穩定孩子的能力 而且呢要重要喔 要把握一個最高原則喔 最高原則是什麼 要減輕老師的負擔 提供有效的經驗 引領孩子成長 減輕老師的負擔 提供有效的經驗 引領孩子成長 所以如果一開始我們請老師做什麼事情 其實就是希望老師能夠先示範 示範完之後就要放手 讓孩子做做看 所以呢在我們的教材 或是在我們的輔導過程當中 老師你會常常看到T跟S T就是老師 S就是學生 有可能是先T 老師示範老師講解 接下來是TS 老師帶著學生一起做 再來是SS SS有可能是兩人一組 或是四人小組的討論 然後最後是S 就是孩子獨立自主的行為 我們都希望能夠走到S 只是要從TS SS到S 他沒有辦法一下子就到S 這個部分 那所以呢我先 可以借用這個例子 來跟老師分享的是 肥養孩子的能力 不見得一定要在課程中進行 我也可以利用的是 例行性的一些的活動 如果像我們每次跟你分享這個做法 你覺得有收穫 那你就寫在你的便條紙上面 或是你可能覺得執行上 那有一些疑惑 那你也行上來 那我們是不是大家有時間去看一看 他也是在做什麼 營造我們大家共同學習的氛圍 因為畢竟我不可能讓每個人都站起來 拿麥克風跟大家說話 所以呢 這是一個小訣竅 可以拿 那就請小組長呢 組長先把便條紙都挖下去 給老師 收穫就疑惑 就粉紅色好不好 然後收穫就藍色 藍色是收穫 然後粉紅色疑惑 綠色是需求 給我特に入口紅色疑惑 掃入桃圍 在打開 slowly 這是熟悉的 今天大家可以先來找一下 這邊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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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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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了嗎 找到了 你可能沒有指甲 對 我記得我有指尖 謝謝 一個人一張嗎 一個人一張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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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人先留著 好 綠色兩張 謝謝 師傅 好 有一點 來看一下 那我们介绍的老师一起来讲 冯老师可以了吗 好 现在没有要大家写东西 只是要 没有啦 就是 没有没有 大家不要 现在不要写 现在不要写 来那各位老师很可爱耶 没有没有是我指令不清楚 没有要写只是先留着而已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的是 第一个段落 刚本想的是说环境氛围 接下来正式介绍的是环境氛围 有两个方向的做法 第一个方向叫做让文章去旅行 让文章去旅行 第二个是在教室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环境布置 然后去延伸孩子的学习 那我就先讲这两个部分 讲完了之后呢 待会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他学校的做法 那最后呢我就会请大家写下这个段落 您听到的收获、货、货、跟需求 然后再贴上去这样子就可以了可以吗 好那请看 我们呢已经公布在FB了 虽然我这边写的是轻师沟通的小诀窍 但是它是用各种的对象 所以呢例如像我就会跟校长分享的是 校长如果要跟学校的老师沟通 是不是也可以选到好的文章就比较不费力了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现在整理的文章有给校长主任用的 他的目的就是跟学校的老师做一个交流 但是也有整理20篇的文章是给各位老师用的 那意思是什么 跟谁交流 跟家长交流 或者是呢 那我们现在在推动的是成都运动 我也可以选20篇文章让孩子来看 那甚至是有时候我们还会跟所谓的社区 或者是安静班老师做一个沟通 Anyway 只要我想要沟通的对象是谁 我选择到适合的文章 那就是一个还比较不费力的地方 因为毕竟我们大家都很忙 我们不太能够花那么多时间面对面通通 这来是面对面沟通 有时候比较讨论的都是当事人相关的一些的行为 对不对 又说我们跟家长沟通者就会沟通的是 小孩的学习的表现是什么 那可是呢 我这边有提出的是三个环节 内容持续相互是有效沟通的关键 所以呢 让文章去旅行喔 这边我们有几个做法 好 步骤一二三四 步骤一 我们会找一些的文章 可是重点呢 重要的是要画重点喔 也就是我们会用明光笔 画重点之后呢 然后记起来是圈名 例如假如我这个老师呢 我想要跟我的家长沟通 那就是我找到的文章 有人画免画并画下重点呢 就欠陈欣熙 好 那这一边的文章呢 还有一张的 所以这个就是让文章去旅行的概念 好那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资料在哪里 好那请看部落格 部落格呢在环境分纬这边呢 老师你看我们已经把找到的文章清单列出来了 那我们合作的学校呢 我们都会给大家一份完整的纸本 那有些地方呢它有全文档 例如说有一线的地方表示有全文档可下载 可是有些文章因为我们还在《国语日报》跟《亲子天下》的授权 所以就还没有放上去 不过老师你也可以用你自己的文章 不见得要用我们的文章啊 好来接下来呢打开的是月入记录单第一页 好PDF档 部落格是看一下我们的记录单 好这个是要给家长看的 所以上面就会写一些的是一些的内容 好那接下来请看喜爱的程度打勾 有没有三个打勾 好接下来是这个地方 若有感想或疑惑请写下来 然后家长签名 好请大家帮我看一下 这边中间这边的关键词是哪一个 感想疑惑 写下来 写下来 疑惑 写下来 三个关键词 好一 若有 好 二 感想疑惑 三 写下来 好来 请反应 再等个三秒 三 二 一 一 来请看统计的结果 呵呵呵呵呵 好 对齐一下 熊老师 对下面 对 对 这样子是很明确的看到是 大家认为的重点是在哪里 可是呢 所以你看 我们有时候彼此专闹的重点不太一样 对不对 欣欣认为的重点是 一 若有 若有 回去呢 帮我把那个两个字放大 或者是画一下天公里 各位师傅 你想想看 为什么我觉得 若有是重要的 如果你没有加那两个字 对象 可能又会认为 这又是一个恐怖 又是一个负担 你知道吗 那个 本来我们是一件美 美好的事情 呃 就变成了 又是另外一件可怕的事情 上次网络上不是有说吗 任何什么 他有句话写说 任何良善的 这个 呃 建议 反正最后都是走路地利 类似造成一句话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各位师傅 我其实真的想要高通出大家说 这个叫做若有才是关键 可以吗 好 那你看呢 一篇文章加上这张记录他放在案子里面 我传给第一位家长 第一位家长之后再传给第二个家长 所以我怎么再跟对方沟通 不是只有我透过这篇文章跟对方沟通 有些家长会有一些的文印 他写的文印 是其他的你都会看得到 所以我其实是借以实力 一个是文章的力量 一个是家长的力量 对不对 但是真的真的真的 请留意不要规定 好不好不要规定 好那你会不会担心 有些家长不太入文 通常我会安排两个庄奖 第一个庄奖呢 假设今天这两位是我的家长 我会请这一位家长呢 帮我在这个记录上 这个若有感想或疑惑的那个男 格子呢 就是画一个笑容 或是画一个图签名就好了 第二个家长 我会请他不要写太多 帮我写一句话 千万不要找那种 一下子就写十几行的家长哦 你知道吗 写的太完美 他都会让后面的人 觉得很有压力有缺乏 所以呢 当我整个两个家长 然后让文章传下去之后 他的效果就出来了 什么效果 也就是家长会比较放心 这不是一定要一个家长 做什么样的作业 所以呢有些时候 我们要有一点点的小技巧 另外一个是 为什么一定要画重点 因为有时候家长也很忙啊 有时候家长也没有看 没有办法看那么多密密麻麻的字 如果我有画影光比重点 他是不是至少好百 就会看到那几行字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呢您知道吗 有效的沟通是要持续 我们呢 请问我们屏东县的伙伴 一学期至少会办一次班亲会吧 那下学期也有吗 所以两个学期至少办一次 对不对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就算我办了班亲会 续集出去之后 是不是还是会有很多的家长会议 一个来寻婚 这是正常的 第二个呢 很多的讯息只讲一次 人的记忆力是很容易遗忘的嘛 所以呢 为什么要持续 然后再来就是相互 也就是说 不是我单向的在跟你说 我要怎样怎样 而是我也基我这个历程 去了解家长的想法 好 那目前呢 我们找到的文章跟进入单 甚至进入单有部落的打 都放在部落格上面 老师你就远自己去相展 那文章的部分呢 理论上 我有请应校长 准备给合作的学校 一个学校都有完整的一份 但是资料在哪里 待会我请问一下校长再跟大家报告 好 那事情的过程当中呢 有一些的学校就有一些的回馈回来了 我就分享两个 第一个是天乡的学校 尤其是宜兰县南澳湘那些的学校的家长 很多都是隔代教员或者是新著名的家长 原著名的家长 那回馈就让老师很开心 因为多数的老师都会预设家长不太会理会我们的这件事情 可是呢 没想到呢 开了班经会说明了之后 哎 家长的回馈就一一的回来了哦 所以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小句 就是文章是要挑过的 也就是说 那个文章是可以感动人 那有一个学校呢 他很可爱 他就觉得我在介绍我妈妈的那一篇文章 他觉得很能够打动家长的心 所以他就让全校的家长先看到第一篇 果然 其实他的家长就会开始回忆起 他以前他的妈妈是怎么对待他的 怎么教养他的 让他现在希望自己成为孩子 什么样的严重的父母 所以你看我们合作学校他是很开心 他就有一个成功感 迈出第一步 有一个不错的文会 所以我们就会再继续往下走 对不对 第二个是呢 有些的老师就说 因为我们选择 拆拆看 古兵日报亲子天下 亲子杂志的那个文章 长一长 阿公阿妈怎么到 两种做法 一种是小孩可以念给大人听 对不对 可是只要念荧光底就好了 要不然念完整篇文章 也已经有一点费了 好 第二个呢 我们就听到老师的困扰 所以我们推出了另外一款 还几款 这几款我觉得还不错的 好 待会再跟大家说在哪里可以下载 好来 请打开第一个 愿有好处多 要等它一下 那这一款 哦不OK 好不好 来 放大 那 刚拿到的全文 旁边这边有文件 各位老师 可以吗 来拍看 这个是什么 这是义美老师 他也是一个退休老师 是想法老师的团队 他说 这是我们请他画的 小孩喜欢阅读 找知识 好处多 可以吗 来第二章帮我念一念 西子一起阅读 这是真正的期待 懂规矩 懂规矩 来第三章 小孩说说故事 学表达 练胆量 来第四 小孩安静阅读 学自主念独立 各位老师 我可不可以用这四个图 来跟家长沟通 可以啊 你就把它列一下 它就变成是一篇文本嘛 所以呢 各位师长 参与这个计划哦 我知道 我们要落水里面 还会遇到很多的困扰 我没有办法跟大家打包 比如说 我们提供的建议 一定是一个最好的建议 它是不可能的 因为每一种建议 它都适用于我一种条件下 可是当我们试着去做做看 您的困扰 回复回来给我们 我们就会知道 我们可以再怎么去调整 我们就会陆陆续续推出 大家所需要的资源 你给我张跟一张进入单 可不可以放一本绘本 可以啊 我今天哦 要跟家长沟通的时候 有一些绘本很适合 例如呢 如果它 像今年的教育部有一本书 叫做 妈咪我长大的 它其实就是在讲的是 要放手让孩子去独立自主一项 这是因为每个学校买的书 不见得吃同一本啊 可是您想想看 我只要找到一本 试切的绘本 放进那一个袋子 然后有这张进入单 一样让书去旅行 让那个袋子去旅行 还是可以达到我公公的成效嘛 对不对 好 所以这就是第一个 参与这个情况的学校 回去可以先开始试行 如果呢 您是 学校只有一些的老师还在观望 那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方式 间接的在跟学校沟通 所以我们就会给校长主任 二十篇文章 还有呢 我们也会给老师二十篇文章 这个就是针对家长 但是你也可以替换掉 你自己想要的文章都可以 这是第一个概念 OK吗 好 那第二个概念 请看 叫做互动式的一个教室 互动式的教室 多久老师上次的演讲呢 都已经有全程录影了 好 一样呢 请看的是素养导向105 然后环境氛围 好 分为营造 第一个 好 点进去 OK 好 你看哦 这个限制量 回去大家可以自己看一看 那 里面就 或是这边有PPT直接下载 就可以知道 好 嘿 东菊老师 进入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环境的布置 那我先讲一两个 比较简单的一个做法 环境布置 不是很布置的美美的 让孩子来欣赏 不是的 它的用意是 我的教室要有一个空间 展示孩子的作品 或是习作 或是记录欄 或是各式各样的作品 然后有一个小诀窕 是不要挑 不要挑什么最好的前单名 或是最有创意的前单名 不要挑 反正小孩的东西就是展示上去就好了 那它的用意呢 有两个 一个是 让孩子的学习 从课中 延伸到课后 第二个是 让孩子的学习 从师生互动 变成比较多的 深深互动 所以呢 在我们的心教材里面 要教小孩子 亲近他 理解他 运用他 运用他里面 有一个步骤是 让孩子去访更多的书 来推荐好书 这个就是 把课幻阅读 加课内学习 结合在一起 只要类似来说 如果我今天 像我们的教材 开学的第一个单元 通常是什么 长大啦 有没有 春天啊 或者是 独立自主 反正都是这一些 或是时间 好 那老师你看呢 我上这个单元 四科博文科 共同的单体 单元叫做 徐坚 我上的时候 我是不是也可以问问小孩 你看完这四篇的文章 哪一篇文章你很喜欢 想要推荐给别人看 我就可以在我的教室的空间 有这四篇文章 有这四篇文章 然后你比较推荐哪一篇 给别人看呢 你就在便利贴上面 写上推荐的理由 跟签名贴上去就好了 我也可以请孩子去找 除了课文 这四篇在讲时间 还有没有让你想到 有哪些课外读物 都跟时间有关 我是不是可以鼓励小孩去图书馆 或是把在里面的书带来 放在这个教室 然后让孩子去读一读 一样就是写推荐 对不对 这些东西都不见得 会用到上课的时间 可是呢 我一定要让孩子的学习 有一点延伸的时候 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不知 让孩子能够去跟他活动 好 反过来呢 我也可以去想 我的教室到底想要什么分为 各位老师 虽然我的教室会搬家 可是至少 一个教室我们会待两年吧 对不对 那你就很快想着是 这是我们跟学生 共同的环境 共同的家 我想要什么样的分为 就好像如果我们有机会去 别人家走一走的话 走进去 你一定会感受到不同的风格 如果有机会 你到我住的地方 你会发现要跳格子 因为书上都是一堆一堆的书 对不对 可是有些人家都会安根静静的 让你一进去就是整个放松 这就是一个氛围 这就是一个氛围 如果我希望我的教室 比较是小孩子去抛出问题 解决问题 那我就会有一个思考的空间 每次上课 我小孩有很多的疑问 不要讲出来 写下来贴上去 下课的时候呢 大家去看看别的疑问 也许你有不错的方法 你就写建议贴上去 你看我就用那个的空间 来培养孩子思考 提出疑问 解决问题的一个小小的方式 对不对 或是像我自己记得的是 高三那一年 课程压力很重 因为要大学年考了嘛 你知道吗 那我们那一年 我们那一班 都是从自然主转 回社会主转 所以我们的进度 就比人家弱后很多 那压力又很大 可是我们那一个班级的学习 都会是什么 每一次一项课 就会有一个人起来 说一个笑话给大家听 或是做一个脑筋急准弯 或是有人呢 就会提出一个问题 讨讨大家 大家放松之后 就开始在自己埋托感 所以如果我今天想要营造 我的教室是一个比较 轻松幽默的氛围 我也可以鼓励小孩 选一些有趣放松的小文章 放上去让别人去看一看啊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这个就是环境氛围的营造 善用一下教室的一些小布置 可以吗 好 回去 这些都很简单 就可以做做菜 做的时候呢 你可以拍照的是 就是环境布置前 肚子后 有什么不同 或是看看呢 我们做了这个动作之后 它有没有吸引孩子过去跟那些的作品互动 其实呢 这虽然看起来都跟课程没有直接的相关 可是呢 它都是跟自发互动 共同行为两面是有关联的 OK 好 这个段落呢 您听到什么样重点 有什么样的收获 疑惑跟需求 请给我老师用两分钟 在你的一条纸上面写下来 好 请开始 演唱一次 oxid者 翻译 下回应 的话 就算了 按试 防他们 在这些关系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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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